歡迎收看 吃午餐 吃光 美食吃光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忌 我身後就是櫻花啦 春天就是要來散個櫻 這個位置是在我們新北林口的竹林觀音寺 你看櫻花非常盛開 非常漂亮 來到這裡除了知取有關的保佑之外呢 就是散櫻啊 那散櫻 當然會看到一對又一對的 難免會吃出一下 竟然來到我們中正老街這個地方呢 就是要吃出一下 聽說這裡有一間非常歷史悠久的烏醋麵 還有它的肉骨湯非常好喝 來看看 到底這個烏醋麵 它的神奇的魔力在哪裡囉 Let's go 那這一家是我們楊家的烏醋麵 那它的麵呢 一定開始吃的時候要強烈的小飯 讓它的烏醋麵跟麵 還有它的一些可以菜醋之類的 讓我們品嘗一下 它的烏醋麵有感覺怎麼樣嗎 好香喔 它烏醋的感覺是會讓人家 很酸之類的 可是不會 但是酸 然後帶點它的鹹度就會蠻香的 而且它麵超多 它麵呢就是非常Q彈 完全不會讓人覺得說 嗯 怎麼會越吃越鹹 或是酸酸之類的 還點了他們的招牌 就是烏醋麵 而且它的肉杯超得多 哇 肉好好吃喔 它扭下去之後是 扎實有彈性 更滿熱的 重點是 黃板醬 就讓人可以吃得非常好 所以它肉咬下去之後啊 還會有回款回來 非常便宜的香氣 蠻甘甜的 真的不會是40年的老店 中間可以看到 滿滿的櫻花之外 當然也可以跟我們 讓我們靈魂來品嘗一下 記得幫我 Facebook 以及YouTube 按讚 留言 加分享 這回好吃光 我們下次見 拜拜